好 最新的社會消息來關注新聞是三重 今天凌晨兩點 壁華街有一間裝潢工程行 爆發了鬥毆事件 落地窗被砸破 兩位員工被立任給砍傷 警方後報來到現場 鎖定了五名嫌犯 他們分別搭兩臺車離開 監視器就拍下救護車來到現場之後 將兩位受傷的員工送醫 而工程行的大門 只剩下滿地的碎玻璃 員警來到現場趕緊拉起封鎖線 現場有遺留下一把這西瓜刀的刀套 以及一支手機 警方現在以車追人 案發五小時後 已經在盧州逮到一名二十三歲的嫌犯 另外還有其他四人在逃 出負調查是嫌犯跟工程行 因為五萬元的工程款發生糾紛 不過進一步的原因 還有待釐清